整个东北亚情势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紧张 那各国当然也要收集一些情报 那说到这个情报呢 最近在海外出了一本书 那个书在讲之前中国解放军一个女歌手 叫做汤燦 汤燦是谁呢 就是过去人家说是所谓中国高官的公共情妇 而她在干嘛呢 她周旋在这些高官的身边的时候 她的项链好像是一个窃听器 而且把情报卖给韩国 对 没错 人家说设置头上一把刀 那么就像电影设计的这个情节非常的像 这个汤燦她有一个很特殊的名字 叫做这个军中妖姬 那么也有人戏称她叫做公共情妇就对了 其实长得很漂亮 长得非常的艳丽等等 那么事实上汤燦她一开始出道的时候 就是上电视 然后大家惊为天人这个人那么漂亮 后来是上了春晚 你要知道春晚是中国大陆 他们过年除夕夜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 能够上春晚就等于度了金 所以上了春晚以后 不得了了 党政军这些高官惊为天人 然后他自己也懂得 我要怎么样运用我自己的天赋 所以往上爬 就有人负责砍高 就一千一千十十千百 这样子一不认千认识 然后自己就成为最佳的一个礼物 那么最近在海外有一本书 叫做汤燦引爆大老虎 引起了渲染大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本书里面 牵扯到中国大陆的三个朝代 从江泽民一直牵扯到胡锦涛 一直牵扯到现在的习近平 三个 然后最近这两年整数中共 包括党政军相关的贪污里面 都跟这位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军中邀机汤燦有关系 那么其实在包括周永康跟薄熙 来整数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的媒体都已经报道了 那汤燦突然间就消失无踪 那时候还有说 他是第一个被关起来了 第二个会不会是已经被枪决了 等等 要不然就突然间消失嘛 失踪了 结果后来在这本书里面 汤燦引爆大老虎这本书里面 赫然说出了 汤燦之前大家都只知道说 他收受了包括价值上益的 相关的钻宝翡翠的钻石 那个镶链就对了 没想到他这个价值上益的 这个钻石镶链里面 竟然装有窃听器 而且是高科技的窃听器 那么在这个报道里面解释说 那窃听器是哪来的 原来他在这个到了韩国去 到了南韩去 你知道全世界最会整形的就南韩 他去整形了以后 那当地有相关的官员 曾经住过这个中国大陆就对了 知道汤燦其货可居 所以就想尽办法 把他安排在私人最高级的整形中心 然后透过很多管道 安排很多帅哥 帮他安排帅哥来美南纪 来跟他那个不起而遇 然后最后呢 哎呀这个谈一谈小练 这样子 然后后来还进一步呢 送了这个所谓的钻石项链 那其实这一切呢 都是纪 纪中纪 为什么呢 半年美南纪也好 整形纪也好 都是为了吸收苍燦 成为所谓的间谍 然后呢 就把它拥有高科技的这个窃听器 因为我们知道窃听器 其实它有寿命 比如说它需要充电嘛 需要电器嘛 然后呢 它需要距离 那这个是最高科技的 所以它直接看进 很小 直接看进去这个钻石里面 那看进去钻石里面呢 它的电力呢 可以维持很久 然后呢 只要你啊 就要汤燦周围10公尺之内 所有的声音 他们这些相关单位 情报单位都可以听到 全部都听到 都可以听到 当然是透过无线电发送的方式 来听到清清楚楚 就把它录下来 然后经过分析 分析什么呢 中共的态度 包括可能对北朝鲜 对南韩的态度 那中共包括经济部分呢 还有这些高官可能 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因为很简单 汤燦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礼物 就很多的高官呢 就借由 他为了往上爬 为了讨好谁 就把汤燦送给对方这样子 那影响所及啊 包括薄熙来也被牵扯到 包括这个徐才厚 就是军中的军委的副主席 也被牵扯到 那甚至于连周永康都被牵扯到 那所以汤燦非常重要 2011年的时候 中国的中纪委 也就是最凶的 像我们的这个 等于说法务部的这个调查局一样 然后呢就约谈了汤燦 后来啊 甚至于进一步 就把它给软禁了 软禁在 不对要公布 但是一般来讲 应该怀疑是军中的看守所 然后呢就一个一个要他交代 就是他是怎么进行的 跟这高官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中国从来不会这个证实 有关于刚刚说的那一个 汤燦引爆大老虎这本书里面 所说的这个间谍部分 他不会证实 但是呢 他确实被人家给关起来了 然后呢 也有相关的报道 甚至于还进一步还引述说 有可能是由彭丽媛 那么跟他进行 等于说道德劝说 因为彭丽媛自己本身 也是一个这个歌唱歌唱家 然后呢 再加上汤燦自己本身 也到那个北京军区 后来当了一个大校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自己呢 也很会唱歌等等 甚至于是文工团的里面的成员 所以经过道德传说 转为污点证人 所以一个一个解释 把交代 包括这个刚刚讲的周永康 周永康 然后薄熙 这些大老虎到底 跟他们交往过程怎么样 听到了什么东西 知道什么什么 所以后来一个一个抓 所以呢 事实上汤燦的这个地位 是非常重要的 也从汤燦这个地方 看得出来 解释的一个是什么事情呢 原来江泽民要退之前 不是针退 他在胡锦涛旁边 就放了包括郭伯雄 包括这个徐柴后 这些军委的副主 那个军委里面的副主席 放在那个地方 要架空你 相关的胡锦涛 让你不敢乱来 你知道吗 然后放了自己的人 那甚至于呢 更我们都知道 周永康事实上呢 包括薄熙来 很可能还牵扯到 一度要谋杀 这个所谓习近平 要交接班的时候 这个交接这个 接班人的时候 所以呢 事实上 当你想想看 这些军事强人 党政军里面呢 对谁没有戒心 对女人 整编人 不会有戒心 所以呢 不会有戒心的情况下呢 他知道的 当然最多嘛 那他知道的最多 相对的 他所掌握的证据也最多 所以可以提供给中国的中纪委呢 进行一个整数 就是那个脉络三角形 是怎么样 那个犯罪结构 是怎么样来的 然后我要杀谁杀谁 抓谁抓谁这样子 就一抓 甘丹跟他上潮呢 可能至少就超过 中共的党政军高棍 就超过十几个人了 然后从中间收会的啦 相关的行会的啦 然后相关甚至于 把要搞 这个软性政变相关的东西的话呢 就机密更多了 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 汤燦现在应该还关在中共的看守所里面 就是这个软件 感谢观看